我向古兰金给你 不会使你辛苦 却为教诲敬畏者 是降自创造天地和仓穷者的 知人主已身上宝座了 凡在天上地下的 在天地之间的 在地下的都是他的 如果你高声说话 那么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和静 更隐微的事情 除真主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有许多最美的名号 你已听到摩萨的故事了吗 当时 他看见一处火光 就对他的家属说 你们消留一下 我却看见一处火光了 也许我拿一把火把来给你们 或许 我在有火的地方 发现向导 他来到那个火的附近 就有声音喊叫他说 摩萨 那我却是你的主 你脱掉你的鞋子吧 你却是在圣谷的肚蛙中 我已教学你 你应当倾听启示 我却是真主 除我外 绝无应受崇拜者 你应当崇拜我 当为纪念我而举手拜功 复活日 却是要来临的 我几乎要隐藏它 以便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报仇 不幸复活时 而顺存私欲者 不要让它阻止你信仰复活时 以致你灭亡 摩萨 在你的右手里的是什么 他说 这是我的手杖 我煮着它 我用它 把树叶积落下来给我的羊吃 它对我还有别的许多需要 主说 摩萨 你把它扔下 他就把它扔下了 他突然变成了一条蜿蜒的蛇 主说 你捉住它 不要怕 我将使它还原 你把手放在怀里 然后抽出来 手变成雪白的 但是没有什么疾病 这是另一种迹象 我只是你我的最大迹象 你去见法老 他却是暴虐无道的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的心情舒畅 求你使我的事业胜利 求你解除我的口吃 以便他们了解我的话 求你从我的家属中为我任命一个助手 我的哥哥哈龙 让他相助我 使他与我同事 以便我们多多地赞颂你 多多地纪念你 你却是明察我们的 主说 摩萨 你所请求的事已赏赐你了 在别的时候 我曾照顾你 当时 我给你的母亲已应有的启示 说 你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把那个箱子放在河里 河水要把他扶到岸边 而我的敌人 也是他的敌人将收养他 我把从我发出的慈爱赏赐你 以便你在我的监护之下受抚育 当时 你的姐姐走去说 我只是你们一个养育他的人 好吗 我就把你送还给你的母亲 以便他愉快而不忧愁 你曾杀了一个人 而我拯救你脱离忧患 我曾以许多折磨考验你 你曾在麦德烟人之间逗留了许多年 摩萨 然后 你堅定而来这里 我为自己而选拔你 你和你的哥哥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吧 你俩对于纪念我绝不怠慢 你俩到法老那里去 他却是暴虐无道的 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 或许他会祭取教会 或许有所畏惧 他俩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的确怕他粗暴地伤害我们 或更加暴虐无道 主说 你俩不要害怕 我的确同你们俩在一起 我听着并且看着 你俩去他那里就说 我俩却是主的使者 所以请你让以色列的后裔同我俩一道去 请你不要虐待他们 我们已经把你的主的迹象 带来给你了 遵守正道者得享和平 我们却已放到启示说 否认 而且背弃者将受刑法 他说 我们的主是天性赋予万物 而且加以引导的 他说 以往各世纪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说 关于他们的知识 在我的主那里记录在一本书中 我的主既不错误又不疏忽